真的是太惨了 连日来我们讨论这个巴赫木特 这边宛如人间炼狱 你知道现在达到什么程度吗 豪沟战 豪沟战什么概念 第一次世界大战 你看过这个电影吗 以前的电影 没有错 就是一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概念 有很多的豪沟战的一个画面 那现在在这个前方还是蛮冷的 那这可能是俄乌的中战吗 中战吗 或者我要残忍的这样讲 俄罗斯会在这里终结乌克兰吗 一个倒计时的概念是不是呢 我们先来看战场的最新消息 这个各方西方的这个记者 拍回来很多很多类似的照片 有没有就是一个壕沟 那中间可能连日来下雨 又积水又冷 旁边你看到这个枯的一些树枝等等 勉强挖出来的 就在这边躲避弹药 那乌克兰对巴赫木特进行了 所谓的书写的补给通道 几乎是完全被切断 昨天我们也有这一题 昨天介大使跟大家讲了一下 这个俄罗斯在这里进行的一个 三面包夹的一个这个战术 所以大家如果不知道的话 记得昨天那个要去补课 昨天那个流量也非常的高 所以我们看到俄罗斯现在雇用的是 马瓦格纳的佣兵 有没有佣兵先上 当佣兵的死伤非常惨重 那佣兵死伤惨重 先打一波之后呢 俄罗斯的正规部队 大部队也已经要开进去了 也就是说呢 现在是在一个收网的阶段吗 之前欧美不断跟泽伦斯基讲 起手吧 这边不重要 死那么多人干嘛 伤亡那么惨重干嘛 但泽伦斯基不肯 泽伦斯基也不傻 他为什么不肯 因为这个地方太重要 我们先把地图调出来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巴赫木特的位置在这边 在这里 大家注意到 如果巴赫木特失守的话 接下来如入无人之境 整个俄罗斯都可以拿下 是这张吗 整个都可以拿下 然后呢 他的位置 卢干斯克在这里 对内刺客 过去看我们蜡丸报的朋友们 大概对这些地点都有印象 然后很多地方 被俄罗斯军队切断 包括仅剩一条补给线 也已经不乐观 都被切断 那从空中鸟看呢 巴赫木特 大家觉得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黑白照片吗 整个城市被移为平地 事实上这本来就是个小城 之前人口大概 只有一万多而已 现在几乎没有一栋 是完好的一个建筑物 好 最新的战术 我先请介大使分析一下 稍后请小心 从政治层面来切入 我再提供大家一些讯息 刚看了嘛 不管对乌军 对俄军来讲 这里都是人间炼狱 已经打到豪钩战了 倒回到一次世界大战的时间 那但是泽伦斯基不肯放弃 最近还有四万大军 乌军要整个送到巴赫木特附近 集结好了 泽伦斯基一声力下 全部进到这个 脚肉机的战场上 不知道能够活下多少 那乌克兰的军医 讲了一段话 听了真的很难过 他说看到这些年轻的男孩们 死在战场上太难过了 他说我希望这一切不是徒劳的 我希望他们能够像人类一样 被埋葬 被好好的安葬 而不是随意被丢在这个战场上 另外你看到战场的摄影师 传回来很多的画面 他也感受到乌军的 那种坚强的心 你知道 他说我感受到 他们的兄弟情谊 乌军有自己的使命 他们的目标 每死一个乌克兰人 我要杀五个俄罗斯人 才能够平复 对于他们自己的目标 那这个战场上 这个情况 乌克兰的一位 这个卢干斯克的退役宗教 他告诉大家一个讯息 他说巴赫木特 泽伦斯基就是不肯放弃 所以乌克兰的指挥部 在这里 在这个克雷明娜附近 还派遣了上百名 没有经过受训的新兵 他说其实就是百姓 这些百姓 从各方征集来之后 根本来不及训练 直接送上战场 大概给了一些基本的武器 就直接送上战场 所以你还记不记得 我们探讨俄罗斯的 这个乌克兰的副国防部长 因为贪毒 这个被抓起来 他就是给这些军人 很烂的头盔 很烂的预含衣物等等 另外我还要问一下介大使 俄罗斯上校已经讲了 这场战役 是最重要的白热化阶段 是关键的一个阶段 他可能要逼美国人转为 逼计划 也就是说呢 是不是这个巴赫木特 就是俄乌战争的最终战 开始倒计时了吗 我觉得这一场战役 最后胜负会有一个决定性 就是说继续打 还是停火 因为现在看起来 这个泽伦斯基有点孤注一指 对 我看很多人就是说 在想他的心态 因为他的这个高级军事巷领 很多人劝他说 放弃这个地方 美国欧洲也都在劝他不要打 劝他不要打 可是他还是把部队源源 不断的投进去 那人家猜他的想法 就是说第一个 就是说这个如果 这个巴赫木特不守的话 事实上这个乌军的士气 还有他这个全国的抵抗的士气 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第二个呢 就是说这个战役 如果乌克兰打败的话 他很害怕他有这个政治效应 这个政治效应解释就比较广 也就是说可能他这个总统 也会被人家来质疑 那甚至国际上对于这个 乌克兰这个国家 这个国家是不是 还需要再支援他 他是不是能打下去 都是一个质疑 所以有人猜测 这个泽伦斯基是这样子的考量 所以他这个印证 对 难关于过去 他很少违逆美国嘛 所以这个可以说是 公开跟美国上反调 美国跟他说不要守了 说不重要 还给他一个台阶下 也叫做不重要 大家都知道怎么会不重要呢 所以他坚持要守下去 不行 你看到 四万大军多数人一直往里面送 我们明知道存活的时间很短 当然他可能有些自己 政治上的一些考量 全国明星士气的考量等等 那你觉得呢 守得住吗 我觉得基本上会守不住 因为其实真的要打下来的话 有人说俄罗斯已经用了重型武器 什么都就是说高 就是说杀伤力的炸弹都用了 其实我们前几集我们有谈的 这个叫围点打圆 这个战术其实在这个古代到现在 都常说就是口袋战术 就是口袋它有一个开口让你进来 可是三面我都包围 它就是基本上要在这边歼灭你的 有身战力 因为它这个占优势 它三面 它要围的话就把你围死啊 对不对 它何必要开一个口 而且开一个口是向乌克兰那边开的口 等着乌军进来送死 它就是让你进来送死 因为它是一个丘陵地 四周的三面的高地都已经被俄罗斯控制了 那其实瓦格纳 我觉得他们死伤 为什么会打这么久 他们死伤也很惨状 因为他们不硬碰硬 事实上的话 你有身战力进来 它基本上俄罗斯是用 集中密集的火力在歼灭 所以尤其俄罗斯的这个火箭 在这边用的很多 基本上它的目的就是要歼灭你的有身战力 所以就是一个杀戮战场 那这个地方为什么乌军 它有办法撑这么久 因为这个原来就是2014发生战争以后 它就是第一线 当时俄乌在这个冲突的第一线 那乌克兰在这个地方 这条线经营了已经八年了 因为2012年才重新打 2014八年嘛 所以它的整个防御公司是非常完整的 那然后呢 过去它就是说 它底下有非常完整的隧道 这个坑道系统 甚至卡车军用卡车可以在底下打 所以大概差不多两个礼拜前的时候 新闻是说这个乌军 把这个巴赫木特上游的一个水坝自己炸了 水淹巴赫木特 那所有的这个招数都使出来了 可是呢 我是觉得这种战役 就是美国人要的 把这个城市 这个有人说是七万人的城市 它所有的民居都变成防御据点 也就是典型的刺卫战跟壕沟战 要在这边死守 可是问题呢 俄罗斯掌握一个机会呢 你死守 我就猛攻 其实是诱使你派更多的援军进来 我就把你乌军的有身战力 有经验的一线的部队 都给你歼灭在里面 你现在来了四万 为什么有四万 这个是在西方受训刚回来的 不见得能打仗 这个从2014年开始 在战场上 宝金磨练的这种军事官 那才是能打仗的 可是你现在哲伦斯基 你孤注一直在这场战争中 你把你的有身战力都牺牲在你 你这场战争如果你输了 你后面的部队上不来 而且我们昨天给大家看 它好几个旅 这个主力战力 有一个是投降 有一个是集体歼灭 然后另外这个俄罗斯的主力部队 它的正规军也已经准备好了 也在附近随时要进去 海皇鲍鱼干杯XO酱 里面有严选新鲜的顶级海鲜 跟蜜质的独家配方 还有富含胶原蛋白 还有年多糖 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质鲜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丰富 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哦 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ZPI714 享有折扣哦